表单的设计基本上就是第一个你的位置要拉好 第二个名称打上去 那它外观的名称跟里面NAN的部分的名称 就是说你要试情况去更改 有些将来程式撰写的时候会用到的话 再去更改名称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如何做程式撰写 那程式撰写部分特别注意就是 你要在这个按钮上面写程式的话 你就快点两下 点两下就可以 它就会跳进去 那跳进去之后的话呢 因为我的名称叫CA 所以它会触发一个底线Click的事件 这个叫事件 那事件里面都当然了 这个撰写方式其实就跟那个之前 如果你你有写过一些其他程式语言 在VB或者其他的都一样 那当然这边有一个Click事件 就点一下之后会执行这里面的程式 那我们点一下之后的话 会执行哪一些程式呢 这个地方我刚有秀一下 各位看一下类似像这样 这个先秀出来 那我就把这个地方 先把两阶段的第一阶段就是我比如我借了2000万 然后利率2%20年30年好了 那按下开始计算分两部分 一个部分是显示这两个 每月长还金额跟利息长还金额 再来第二部分是把资料写到这边来 按开始计算 那两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我们来看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呢 首先呢 在这边 我们程式部分打开之后的话 因为我要去计算什么 计算有两个 一个是 每月长还金额 这个是第一个要做的 这个 然后第二个是利息长还金额 那我要计算每月长还金额之前 我必须要知道哪些讯息呢 必须要先知道的就是 我们画面上面的这几个部分的资料 包含什么呢 包含这个 到底借多少钱 对不对 然后呢 利息多少 年限多少 我才有办法去计算这个结果 计算完这个结果之后 才能计算这个结果 所以这个是相对的 那我们要怎么取得这上面的资料呢 其实我们不要取名称吗 这个叫mypv myran myyear 所以呢 我要取得的方式就是 我这边上面宣告 有四个变数 第一个变数的话呢 x这个x主要就是利息长还金额的部分 那y的部分呢 我是用这个y的部分 我是取得利率的部分 总共多少利率 那z的话是取得是年的部分 w是贷款金额部分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先取得利率 那利率怎么取得呢 我可以从那个画面上面的名称 my rent 那点一下之后有个test 也就是说如果是test bar的话呢 它的后面的属性 有个属性叫test test里面就可以 就是我们输入的值嘛 就可以取得那个利率 那不过呢 如果我要放在pmt函数 去做计算的话 我输入了比如说是2的话 那其实怎么样 那还要必须 除以100 因为是2% 对不对 那只是我画面上 百分比我之后在这边做计算 所以一定要记得 一定要除以100 因为我输入是2嘛 那如果除以100就2% 再来的话呢 年限部分呢 就是我直接从my year.test里面 去取了什么 一个几年 然后利率几年 再来什么呢 贷款金额 那贷款金额 因为画面上是几万呢 比如我打2000 这样是2000万 所以后面在自己在乘上 乘上万 这样才会2000万 对不对 那取得这三个数字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可以计算出每月账款金额 每月账款金额 实际上这个pmt 这里面的pmt是指的是VBA里面的 这个pmt 而不是那个函数里面pmt 虽然名称一样 但是这里是VBA的这个pmt 那他的计算公式的话 基本上跟函数是差不多一样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话需要几个参数 我印象中好像直接刮斧之后 如果说你按直接pmt打完之后的话 在这边按下刮斧 其实他好像也会有提示 这边我如果按pmt 基本上按刮斧 刮斧之后 他就会出现 我们需要的参数 这个参数的提示 跟在Excel里面基本上差不多 第一个就是什么 RAM 然后他跟你讲 SW Double就是要小数点的 那第二个的话 这个是分歧 SW PV 有没有 然后其他这两个 Future Value 这个是 他中瓜五表示说 是可有可无的 还有另外一个 那 他这个地方回传回去 是SW 是一个有小数点的 那基本上我们就把相关的资料填上去 包含有三个 第一个是RAM 就是我们的利率 那利率部分的话 因为我计算出来的是年利率 可是他这边要的是月利率 所以月利率的部分的话 必须把年利率在除以12 再来的话呢 第二个参数是期数 所谓期数就是说 如果20年的话 那期数的话必须以几个月呢 再乘上12个月 所以第一个这边这边这边注意 第二个是 起期是几个月 那我们输入的时候是几年 所以要必须再乘以12 第三个是什么 你的PV PV指了什么 你借多少钱 那因为跟银行借 所以是负的 负的什么呢 贷款金额 所以主要会需要有三个参数 三个参数 那因为他回传计算出来 结果是有小数点的 所以外面的话呢 我们再包一个印射 印射的话就是无条件舍去小数点 就是我要取到整数就好了 取到整数部分 然后取到整数部分的话呢 再把结果的值怎么样呢 传给什么呢 传给这一个 买RAM 然后买Pay 就是买Pay 那不过买Pay呢 因为它是一个什么 一个Label 所以它这个上面的属性不是点Test 而是点什么 点Caption 上面这边有个点Caption 把这个Caption里面的值 我把每月偿还金额放进来 放进来 就会显示出 我每月的偿还金额 那最后的话呢 利息偿还 那所谓利息偿还就是说 我所有就是每个月 这边的话呢 买Pay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我每个月偿还的 假设我丢给一个X 那X我总共偿还了几期呢 这个地方年再乘上12 也就是我全部 全部缴给银行的钱 就是我每个月偿还金额 再乘上12 再乘上几年 那这边的话 我们取到小数点 最后的话呢 把它减掉W 所谓减掉W就是说 我总共还 假设我借了1000万 可是我应该不止 我最后呢 分期付款之后 我可能还给银行是1500万 所以1500万 再减掉1000万的话 最后会有个 偿还利息的金额 然后把它怎么样 写到RangerPay里面 储存起来 就完成第一阶段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